完成了七項核心發明之後 Global Force 還要挑戰機械中標最殿堂級的複雜功能 就是大小致命和三文 在2017年Global Force 推出了品牌最複雜的換標 這款擁有935個零部件花了六年時間去開發的 GRAND & PETTY SONERY 當年這款換標有很多突破 首先它的鳴響功能按鈕可以像駕駛入球一樣 可以選擇檔位 你可以選擇BRAND SONERY 大致命或是PATTY SONERY 小致命 或是完全靜音都可以 大致命會每個鐘頭敲擊四次 就是在每一刻時會自動敲 而小時時也會敲 而小致命每個鐘頭敲一次 就是在終點時會自動敲 Global Force 還將音錘放在錶面上 讓標主完全能看到敲擊的整個過程 這是一個蠻震撼的視像 換標的走時部分是手動上鏈 可以有72小時的動力儲備 大部分Global Force 手上鏈的換標都一樣 而大小致命的動力是來自獨立的發條盒 是由一個PATTY SONERY 微型擺托 負責上鏈的 這個微型擺托可以在標背上給我們看到 它還包含了24 seconds的Tobillon 最令到Steven 驕傲的 我相信就是在當年 他應該是第一個 可以將一個敲擊的碗錶 做到有30米的防水 就算他不是第一個 也應該是一之之一 除了防水之外 還有11項保障碗錶 不會意外受到損害的保護設計 比如這樣說 你在調教碗錶的時候 你是不能啟動那個敲擊的 反過來 當你在敲擊的時候 也不能調教時間 到這一步 Global Force 基本上 已經完成了他們所有核心的發明 同時也在市場上 建立了刊逢敵手的finishing工藝 接下來 Global Force 要進入一個新的紀元 或者是一個新的境界 他們就要加入一些實用的功能 如果從實用的角度來看 現代人最需要的應該就是世界時的功能 但是Global Force 如果要做一個GMT世界時 他也不會做一個普通的GMT 他在2011年的時候發表這個GMT世界時的換錶 是有一個3D立體的地球 整個地球在錶面上面 在機身裡面 可以給我們一眼看到24個時區當時的時間 而在錶的背面 他還有另外一個盤 是有24個時區的代表城市 還顯示他們究竟是平常的時間 還是下令的時間 他用陰陽式來顯示下令的時間 這是一個非常聰明的做法 GMT也可以說是Global Force 近年出現最多的一個功能 在很多錶裡面都看到 除了GMT實用的功能 還包括了Global Force 開始用一個輕的物料 Titanium去做它的錶殼 當然要做到一隻可以日常配戴 而不是放響甲慢裡面的碗錶 防水功能也很重要 所以Global Force 開始做100米的防水 你不要小看100米的防水 因為在Global Force 當時這些複雜的碗錶裡面 他要照顧範圍實在太多了 所以要做到100米的防水 都是有一定的難度 最近我們很幸運 可以親身體驗五款 在香港的Global Force 最新的作品 由最震撼的Quadriple to Beyond 到最運動的Balancier Convex S Square 我們也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們實際的體驗 今天很高興來到尖沙咀半島酒店的 Swiss Prestige Gallery 可以親身看到瑞士最頂級工藝的 Global Force 換錶 我現在手上的這隻 就是GMT Sport 最後一個模特兒 用5N的紅金去做的錶殼 我們可以看到整隻錶很有質感 還有錶殼的形狀都很特別 好像北京奧運的尿巢 但當然它的弧度可能不一樣 我看到旁邊都有一些用Titanium來做的部分 我覺得 最主要的是想要一個 想要個比較 Smarty 反差的效果 帶這些碟着錶的人 不會介意充stone 他們簡貼更加重視Global Force 這隻錶有一個 Two beirond 24 seconds 即24秒內なる 是轻斜25度 我觉得最吸引我的地方是时分针的桥 V字形的桥是Global Force其中一个很名仰的设计 我手上的这款是Balencia S-square 是Global Force最新的碗标 这款碗标比我的感觉和以往的Global Force非常不同 以往的Global Force我的印象是机械结构超级复杂 而且是很重的 但今次的这款标第一个感觉是轻了很多 因为整支标都是用Titanium来做的 当然Titanium有一个轻的好处 同样它也是很坚固 对人体的皮肤完全不会敏感 这些功能都是很重要的 在S-square之前有一个S model 今次我们发现把这些雕刻减低了 其实不是因为偷工减料 而是因为想营造一个比较运动的感觉 Balencia这个功能看上来就是Global Force里面其中一个比较简单的模特 但其实它里面所包含的技术含量都很高 因为Global Force的七大发明里面其中一个就是Double的Balencia 这款碗标就是将Double Balencia再简化一点 变成一个Single Balencia 现在我手上这款是GMT Earth用红金做标殼的碗标 这款碗标给我第一个感觉就是 上面密码有很多雕刻 我记得Global Force是有很多格言的 因为它们对造标是非常非常有诚意和有要求 在这款碗标上面就黑了很多Global Force的格言 如果你拥有这款碗标 如果你这么幸运你拥有这款碗标 可能你会用一个十倍的放大镜 因为一般来说我们看机械碗标 两倍半到四倍的放大镜是最理想的 因为如果你再用高倍数一点的放大镜 你可能会看到一些瑕疵 不过Global Force我认为在市场上 极少数的品牌是可以survive得到一个十倍的放大镜 你都不会看到瑕疵 其实你应该是需要一个十倍的放大镜 去欣赏它的细节 这款碗标本身来说是有一个to beyond 24 seconds 在左手边8点钟的位置就有那个3D立体的地球 这款碗标为什么会叫做Earth呢 我觉得是因为它被我们完全看完整个地球 现在我手上这款可以说是to beyond watch里面的一个极品 因为Global Force有七大发明 它第二个发明就是quattriple to beyond 两个双陀飞率加上四个陀飞率 今次还有一个GMT 即是一个3D立体的Globe 一个24时区的多时区显示的功能 旁边如果我们可以看一下 就是看到一个开了一个窗口仔 有一个survive crystal 让我们可以看到3D地球的南半球的部分 因为在顶部可以看到一个北半球 这一标虽然是很大 但是因为它的标仪弧度是很弯的 所以除非你的手腕是特别特别小 如果不是的话都会戴得很舒服 现在面前这一只可以说是极品 极品之中的极品 我未拿上手 我看都觉得它是非常非常之那么substantial 我相信对Global Force来说 都是一只很特别的环标 因为这个是他们的第一个invention double to beyond 这一只叫double to beyond technique 为什么它叫做technique 其实最主要就是它将double to beyond 做了一个skeletonized 或者叫做open work 就是全部给我们看清楚 那个机身里面的结构 可以说我们可以打斜地看 整只标都是立体3D的 2006年第一次在巴斯尔国里面 认识Steven Fossey 听他的presentation的时候 我第一次拿上手 因为当时我未见过double to beyond 我不知道为什么一个to beyond 可以装着另外一个to beyond 问了Steven Steven就用他的认为 已经是最layman的语言去解释 但当时我也是听到一头烟 很庆幸地在17年之后 我对to beyond的认识 好了一点 因为受Steven Fossey 教导了很多次 所以现在对他的作品 那个理解就深入了 就好像新任CEO Mr.Antonio Claes所说 Global Fossey在过去18年 就挑战了最复杂的技术 最高规格的finishing 还有还推出了一只 花了6000个钟才完成 95%用人手制作的 叫做hand make one Global Fossey希望可以啟发更多 有心想投入这个 独立制标行列的年轻人 让他们可以更加去尊重 瑞士传统的制标技术 因为传统制标 就是所有东西都要自己做 但从品牌的角度 Global Fossey一定会想 更多年轻的收藏家 可以接触到他们的满标 所以除了继续做七大核心 发明有关的标款之外 当然数量可能会减低 他们更加当的精力 就会集中在开发那些 可以更加轻松 以及更加有活力去演绎 Global Fossey那些 複杂发明的标款 就好像用了convex case Balance S2 将来的产量 可能会由现在的100只一年 去到大概200至300只 不过同时 那些收藏家非常聚捧的 複杂的模特 可能就会更加赫市 好了 今星期的一周标示 时间差不多了 谢谢大家 字幕中心 你点一下 差距离 别选了 咱们 你回家 再小时 啥 嗨 嗨 嗨